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赵梅主,今天西方是星期五,11月15号,东方已经进入了11月16号,星期六,有没有注意到?星期五,十五,五十五,六十六,感谢赵梅主。 好,大家继续努力,要记得我们每一天,我们要永远的感恩,永远爱神,爱人,我们要永远走正义路,永远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 那今天呢,神有很特别的意向,跟我们讲,我们这一群人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做见证人。 好,就是,其实有很多资料神就跟我们讲,说我们这一群人有工作要做,不只是考大学,读大学,什么大学呢? 信心的大学,忍耐的大学,就是天国的大学,得到了文凭,是大学文凭,大家继续努力。 那,在我们当中最初,有参加最初,有参加他不久就出去,真的是太可惜了。 因为他们失去了这些,不当是奖赏,而且是失去了最大的恩典。 好,大家继续努力。 那我今天呢,要谢谢弟弟华昌,先来,昨天先来的李明志良,等一下他还会先来。 那,谢谢他每一天,但是今天呢,我是,因为他太长嘛, 我就进入这个,作为一个见证人,当时神长怎样,猜选了扫罗,后来变成保罗, 就是我们一直听保罗写的信给各个教会的保罗,他的见证,选他为这个见证人。 还有一个就是,谢谢Kelvin,每一天uplog在YouTube里面,我们相信说当我们不在这边的时候, 这些信息就有一个证据给他们,证据给世界的人,OK,神已经歧视了,好像我们家人们亲戚朋友们,不只是这些人。 我之前也有,也有在YouTube里面放在,开始的时候,跟一些姐妹啊,他们有YouTube谈了, 但是西方国家就是可以讲说,看到是华人,他们觉得说我们是异端吧,还是说不可能的,OK, 上帝要选,特别是选他们,而不是我们这些东方人。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世界报新闻,BBC,JN,都是怎样讲,就是讲反驳的话,就是讲那些,对了就变成错,错就变成对了这种现象,在这个世界发生,也是圣经里面讲了到末日的时候,OK,好的就变成,人就当他是坏的,OK, 真言呢,诚实的话,就把它当作是谎言,谎言呢,就当作是真实的,整个世界颠倒了,好,那我就赶紧进入这个经文,那这个经文呢,是刚才五点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意象,就写Witness,就是怎样讲,是说证据,证明说,刚我准备好这个李明治这个经文呢, 以及十二那边目睹,目睹就是Witness,OK,然后看到主的手,就这样过去过来,等下我就讲,所以今天可以讲说,这个经文,而且配合刚才看到的意象,还有目睹,就是说我们这一群人呢,我相信不止莉莉一个人,我们这一群人呢,而且因为大家都有信心嘛,OK,没有信心,没有可能会,我们一起到现在, 所以我们这一群人呢,所以我们这一群人,就是见证人,见证人,就看到神的荣耀,来证明给世界,来跟世界讲,还有一个是怎样呢,还有一个是这样,我等一下再讲,我突然讲不出来, 就是说,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这一群人是特别选出来的,特别选的,不管你们相信我不相信我,但是不要criticize我,不要说莉莉你太夸张了,OK,不要这样讲,如果你这样讲的话,你就不是,就是把圣经的话倒转, 因为好像philadelphia church,神说,我知道你的力量很小,OK,还有当时,我要你做的事工是大的,还有一个就是,圣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最小的就是最大的,最大的就是最小的,如果我们现在跟人家讲,我们是见证者,witness,来跟大家讲,信天心地,哪一端来讲到神的国度这些, 人家就证人家,为什么神不选那个Billy Grant的孩子,Franklin Graham呢,或者是其他那些出名的传道家,或者是出名的牧师呢,怎么会选你一个,没有无名士啊,还有这一群人都是无名士的啊,所以呢,神的话讲得很清楚,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他是选那些最卑微的,那些最谦卑的,那些爱神的,OK,真心真实的爱我们的上帝的这一群人, OK,所以我们就是这一群人,当时不一定还有其他人,当时,当时我们所知道到今天啊,OK,神每一天带领,这样引导的,我们到今天所知道的,只有我们这一群人,我相信还有其他人,不一定也没有了啊,OK,那不要紧,最重要是我们的工作要做完,OK,我们的信心要继续下去,忍耐到最后,我们要坚持到最后,因为怎样,我们的上帝是真实的, 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啊,是真的可以相信的,他讲过的话,一定成就的啊,我们相信圣经是一百八千正确,圣经是历史,圣经是神的一言,圣经是神讲到就做得到了,OK,不是描述些什么什么,没有,OK,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都是圣经里面讲的一经二徒的话啊,好,那我就读,啊,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四五节,啊,要读那边,但是我就从第六节开始,就是保罗,后来名叫保罗,他的见证啊,那讲到这边,啊,讲到,啊,上帝检选,保罗作为这个见证人,就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四五节,二十二就是代表新天新地, 也是我们相信二十二就是我们西方回家的一天,东方进入二十三号,还有十五就是安西地,就是江南地,就是神的允许地啊,所以啊,今天一首歌我要回家,有没有看到,我要回家这一首歌呢, 他第几首呢,是一百二十二,一,一千,十二百,十二百,一二二二三个二,三个二,所以也有讲到,十二就是王了,二二就是新天新地啦,第二个天,第二个地,就是二十二,感谢赞美酒, 我们每一天真的有很多太多要感恩啊,我每一天跟神说,神啊,我要感恩啊,我眼泪会流的很多,感恩的眼泪会流的很多,所以我不敢想着太多,但是神啊,你知道我的心是多么的感恩,我们是嘴巴讲不出来,我们讲嘴巴讲的感恩是怎样讲,不能够表达我们心里面的感恩啊,这是上帝知道的,还有一件事在我的头脑现在,就是我们要做见证人, 为什么呢,好像很,有些时候,神会给我看到一些,一些人在后面隐藏里面,所做的坏事,所做的不好的事,OK,神会给我看到,为什么呢,给我聪明智慧就是说,有一天很快的,我们就跟主耶稣做完做光,做光啊,做光是审判啊,所以呢,神给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是因为他要给我们这个审判的能力啊, 他把我从东方带到西方,看到西方国家的黑暗,的邪恶,政策,政治,OK,人人心里面非常邪恶,非常自私,而且败坏,也包括基督徒在内,OK,那也包括欧大利亚这些地方去了,好几个地方,就知道当地人,而且不当时当地人呢,还有在政治方面,真的是太败坏了, 还有昨天神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他说什么,他说,他说是谁啊,他说这些西方政治,这些西方者好像,Mike Pompeo,Don't look up,Don't look up,Don't look up,比较差一点,他很多不懂,OK,Mike Pompeo啊,那些,Mike Pay,还有很多做邪恶的事情,称自己是基督徒, 主耶稣昨天跟我讲说,圣灵讲说,他们出卖了我,我忘记写下来,我听到很清楚,他说,他们出卖了我,就是他们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是败坏,他们是败魔鬼撒旦,他们是服事以魔鬼撒旦的,不是服事,是奉上帝了,所以圣地讲说,他们出卖了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从他们的行为上可以看到, 其实一个人的心是怎样,从他的行为就可以看得到,对不对,从他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得到,嘴巴讲没有用,OK,做出来的行动,行为,就是真实的,是真实,里面的就不能够隐藏了,好,我们就读第六节开始,保罗说,他讲兄弟姐妹们,OK,弟兄姐妹们,当我快到大马寺卡的时候,大约中午时分,OK,突然间从天上, 有一道强光四面照着我,OK,那是保罗讲的第七节,他就辅导在地上,听到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呢,避害我呢,然后保罗就说,主啊,你是谁,他,他就主,耶稣说,我就是你避害的那个拿撒人耶稣,那保罗继续说,我的同胞虽然那时候看不到,他虽然也看到那道强光, 当时却听不到,听不懂那些说话者的声音,却不听,却听不到啊,看到强光当时听不到,当时只有保罗一个,那时候叫扫罗,他看到也听到啊,第十节,接着保罗又说着保罗又问着,主啊,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我已经逼迫你啊,已经逼迫教会啊, 那主耶稣说,起来,到大马斯卡去,那里会有人将指派给你的事,告诉你,就是在哪一个地方,有一个人违经,主耶稣说派,可以经见是说,主耶稣已经派那个人,把主耶稣要讲的话,跟他讲了,叫那个人跟保罗讲了,OK,第十一节,那道耀眼的观,就很强烈的观,照着保罗双眼四明,就两个眼睛, 看不到啊,变成下去了,于是一起,跟他一起的人,就拉着他的手,带他进入大马斯卡,那第二十二节,那里有一个严守律法的天成,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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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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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又跟保罗讲,扫罗弟兄重见光明吧 再见到光明就是眼睛打开 不再瞎了 就在那一刹那 那个保罗他就抬起头 看见了这个安安妮 我的电脑 然后呢 十四节他又说 我们的祖先的上帝 我们的祖先的上帝 对不起我电脑的 我们祖先的上帝 拣选了你 要你明白他的旨意 OK 拣选了你 好像今天神拣选了我们 拣选了我们 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 又让我们亲自看到那位公义者 OK 我再读一次 那扫罗就说了 OK 没有没有 安安妮 讲说我们祖先的上帝 拣选了你 要你明白他的旨意 又让你亲自看见那位公义者 就是主耶稣听到他的声音 好 今天这一节 就是跟我们这一群人讲话 OK 就是说 我们 就是 就是耶和华 就是上帝 真正的创造了宇宙万物 给我们生命灵魂的上帝 拣选了我们 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 又让我们亲自看见那位公义者 听到他的声音 接下来 十五节 因为你将做他的见证人 因为你将做他的见证人 好了 我们走了两年多 神说 你在当中都做了我的见证人 做了见证人 把所看见的 所听到的 告诉了 网民 那你说 莉莉啊 你放去YouTube 没有人看啊 那不是我们所担忧的 神跟我讲过 你放在YouTube 你听我的话就好 不是你所担忧的 你只要把我的 每天给你看到的一张画 下来 写下来 Whatsite OK 这些在圈堂都有证据的 为什么呢 这些不止这些话 每天神有我们看到的东西 听到了 不只是这样 看到世界的新闻 OK 世界人的邪恶 那些基督徒 讲说是基督徒 OK 就好像 启示录第三章里面 说自己是犹太 犹太族 但是呢 是拜魔鬼撒当了 不是真正的犹太族 这就是讲 虽然讲说是基督徒 但是是从他们的 这些人的主人呢 就是魔鬼撒当 好 讲到这边 我们呢 讲到万民 其实神有跟我们讲过 我们有跟一万的人上去 一万就是万民了 OK 那你说 利利没有可能你一个人 还有我们这一群人 能够达到这么多人 OK 那达罗纯世界 我知道你会讲这样 但是大家要知道 我们是跟上帝合作 神在主导文里面 说 主啊 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天上已经定了 但是地上有谁去做光呢 有谁赚呢 神就拣选了 我们这一群人 好不好 OK 大家今天希望会知道自己的责任 OK 那我们这 神给我们的责任是很轻的 对不对 你说利利 我都不会觉得是很重的 因为怎样 圣经讲得很清楚 主耶稣说 我给你的当子是轻的 OK 是轻的 我不会给你重的当子去当 当子去当 十六节 现在你还等什么呢 起来 OK 起来 求告他的名 接受洗礼洗尽你的 对 讲到这边 那我在早上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洗礼 那我说 我们这一群人好多 好像刚刚是 不是基督徒 成为基督徒 大概现在也没有洗礼 那打给我聪明之谓 就是说 你们每一天听神的话 相信就是洗礼 洗礼 洗得里面外面都干干净净 好不好 好 OK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现在record 对不对 我有看到这个力量出去出去 那你们在听的时候 我有看到力量 一出来出来出来 那就是清洗大家了 每一天都看到主耶稣用水来洗净大家 好 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真的要回家了 好 我就分享 这个 看到的意象 那我先let go一下 好 昨天看到的意象 差不多四点半 昨天下午就看到彩虹 彩虹的颜色有七个颜色 最少七个颜色 但是我只记下来 中间那边有黄色 有紫色 有青色 有蓝色这样 或者是蓝色 黄色 蓝色 黄色 紫色 青色 那旁边的左右 我就没有记得了 OK 但是不要紧 它的颜色 可以就是有彩虹里面的七个颜色 但是它的排队方式有一点不一样 大家都知道 偷游神的奥秘 神经在给我们看到 如果那个彩虹不是雨过了过后 在青空上的彩虹一样 可有可能一样的颜色 但是它的一条线一条线 它的排队排的一行一行 就有一点不一样 那因为有神的秘密 大概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那是昨天看到的很漂亮 就是大到我整个画面都是彩虹 彩虹的七个颜色 好 讲到这边 大家知道 如果看到彩虹的颜色的话 就之前有看到彩虹 有 画面比较小 但是今天是整个画面了 那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进入以西节第一章28节 就是之前 我还没有受洗之前 我还没有认识主耶稣之前 祂给我做了一个梦 对不对 就是从天上有彩虹的颜色 下来 十字架下来 十字架下来 跨到两个天使 对不对 一个拿着圣经 拿着圣经 然后那时候我在说 神啊 请你救我 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每一天晚上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他还没有出国之前 就有烧香 那时候我烧香 我认为我拜的是 创造宇宙万一物 给我生命灵魂的上帝 OK 那当然拜错了 当时心里面想的 是这位上帝了 所以呢 神说 就好像我之前 前几天有讲过 就算一个人 被拍到一个地方 旁边都没有人 就是一个人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新闻 听不到福音 当时当这个人 看着天 看着地的时候 他就想到 这个世界是谁创造的 我要崇拜这个神 OK 我的灵魂生命 是从哪里来的 我要崇拜这位神 所以 神的审判是公义的 不要一天过一天 没有思想 因为我在差不多十几岁 十一十二岁的时候 过着很辛苦的生活 我就会想到 这位创造宇宙万物 给我生命的上帝 那时候我不是基督徒 OK 我差不多到十九二十 其实是二十一岁 二十二岁 才真正接受了 主耶稣为个人的救主 他二十二岁多 才受洗 所以呢 我们不要做无知的人 我们不要糊里糊涂 这样过日子 我们上帝要我们做聪明的人 OK 在怎样的情况之下 你就想一想 到底为什么这样呢 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 那讲到这边 以细节在第一章二十八节讲到 他看到神的宝座 然后看到宝座的周围都有彩虹的七个颜色 他然后就好像雨过后的七个颜色 然后他说这个颜色呢 就是神的存在 就是代表神的荣耀 就是神的荣耀 神的存在 所以昨天看到彩虹 就是说我们很快就见到我们的公益者了 主耶稣我们就要见到我们的阿爸父了 好不好 旁边那边我是画了这个 异象呢 是两三天之前看到的 我昨天有讲 是一个洞 然后有人 最少两个人丢进去 OK 是穿短裤了 可以讲说亚洲人 再丢进去 然后又一只猪很大只的就这样丢进去 就说什么 就那个瘟疫 瘟疫就是疾病来了 这个疾病之前没有的 应该是之前没有了 所以呢 人就中了这种病 就进进洞里面了 还有猪也一样的埋葬了 所以呢 我今天给大家一个link 就是这个 就讲到现在在纽约看 纽约看报章 还有科学的报导 也有报导说 天空上每一天都下来很多疾病 为什么呢 他们再回去 应该是这个solar minimum solar minimum就是 可以讲说 太阳的光下来到很低了 到低度了 那东西方这边低度 东方呢 有些地方很有可能很强烈的光 一直在狼烧 所以科学家也讲到在California那一边 他有一种我不知道什么 我没有真心去了解 就是科学家预测说 很快我们就会像以前有发生的 就是整个世界狼烧 整个世界狼烧 就是圣经讲的疫情无数 当时我给大家听到的 他不是基督徒 他不是基督徒 他们是以科学的方式来讲 这个现场的现在的情况 所以以科学的角度来看 也有报章报导 科学报导来看 所以第一 圣经讲到末日的时候 就是狼烧 OK 还有疾病 还有战争 这些已经在进行了 只是还没有大大的形成而已 所以呢 谁一直跟我们讲 我们上去地上就开始了一个大审判 我们希望我们真的求主怜悯 把这个审判到最低的限度 能够的话就不要有当事神一直跟我们讲 说审判就是为了慧改 慧改了才有救恩 然后第二那边我就看了 好像一个庞子这样 庞子只要看只看到棒圆形 棒圆形 棒个圆圈 然后在十二点的单位 有两 写着十一这样 是红色的 红色的 好那十一大家也知道是代表背体了 那十二点的单位 这样也可以讲十二点的单位 因为整个圆圈神可以把它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那边flip过来那边flip过去都能够都能够如果这个角度的话虽然是十二点它也有可能是代表九点也有可能代表十点 但是最重要的是它的时间只剩下六天了可以这样六天六七天明天的话六天大概是讲到六天六七天而已不多时间了好 然后第三那边呢就看到三 怎样讲它就一面方进过来就一面又一面这样 就是三张纸三面的纸给我看到 三面的纸给我看到中间一个有一点粉红色了 那是什么意思呢 OK 那如果我们用十八那边来解释的话 十八那边有看到三个手指 其实是三个手指 三个手指然后最上去那个是青色的 青色的青色就是go go ok 那如果讲回来我们数一数 六天ok 一个手指代表三天 三乘二就是六 那十五加六我们这边十五号 东方已经十六号了 十五 十六加六哦 你们东方十六号 所以今天神给我们很特别的意象看 已经是一个肯定了 ok 东方是十六六了 十六六是二十二就是新天新地 那我们这边四五加六就是二十一 二十一就是完了 那是两个两个手指 那第三个手指是青色 青色就是走了 就是走 就是二十二号 二十二号是应该西方这边走了 那东方就进入了二十三号 所以呢 一直指着两个手指 两个手指下面也没有二十那边也是两个手指 所以两个手指我相信是讲两个了 还有两个了 一个了是三 三就是两个了就是六天了 那四五加六二十一 ok 那就进入了这个青色的 青色的goal 好 接下来 我是看到好像我这个布置这样 但是我没有采颜色 好像是圣白的颜色 然后那个旁边有一点颜色 但是很难记得是什么颜色这样 就是两个瓶子这样 两个瓶子 然后有这样两话两话下来 好像是写着winning winning就是得胜的 得胜的 得胜了 得胜了 这两天得胜 我相信它一个瓶子代表一天 也不是一天 是西方一个瓶子东方一个瓶子 连接起来 是连接起来是一天了 ok 然后写着winning winning就是得胜的一天 得胜了 接下来是五那边 是看到我们这边 有时候给孙子他们 弄那个春卷 春卷是买现场的 然后它里面有这个酱 酱就是 那是什么叫煤酱 煤酱 然后看到煤酱有割了一个洞 ok 就把它 它好像是我的手 这样就把它 把它squeeze出来 把它这样压出来 这样 ok 就出来了 ok 煤酱 它的颜色 也没这样 酸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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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酱 有一点像 那个一块布 这样包着我们上去的颜色 还有一个 什么春卷 春卷 就是春天 春天 就是新的生命 然后卷起来 就是一块布把我们捡起来了 就好像春茧这样 像春茧这样 这个代表 那第六那边就看到主的手 然后拿着一把东西 那这一把呢 它用把它放灰色 灰色 所以不看得很清楚是什么 一把 我相信 这个是代表 我们要带的三件礼物 好像一个文件这样 把它捡起来 带在手上 就是说 你们要紧紧的抓紧 你们要抓紧 你们三件礼物 好不好 就是信心爱心 以盼望 感谢 咱们就 第七那边就看到 两根筷子 但是还有 还有什么 圣白色的 但是我就没有看清楚是什么 我就不画下去了 这个筷子呢 一根筷子 就好像日本的筷子 是有一点 奶油 有点奶油的颜色 奶油黄色这样 奶油黄色 像我们楼上 那个日本的筷子 另外一个呢 就棕色啦 棕色通常是代表荒野 就代表留下来的人 但是 我也 就是开始看到筷子了 然后接下来 我是看到突然间 一个女儿 就像我这样 就从我们楼上那边 角落出来 然后她手上拿着 一边手拿着 一个红色的东西 就是有两个红色的东西 穿的衣服也是红色的 就想我们要进入 这个两个大日子了 OK 但是这个妇女呢 是比较远一点 不是很近很近的 就是说不是今天发生的了 就是很快就要发生了 好 接下来 第九那边 就看到这个 在我们这个cooker那边 那个火炉那边 有一碗汤在滚这样 在滚这样 有看到烟出来 叫steam出来 然后看到两根筷子 一根筷子 很大 这个画面真的很大 在我前面 一根筷子是红色的筷子 一根是棕色的筷子 红色 红色 好 这个画面真的太近了 好像我的眼睛 就是差不多在火炉的棒子之外而已 只有六寸到八寸之外而已 好 第十那边 就看 那时候我在画这些的时候 听到我那个听话码那边 有一个声音很大声 BANG一声 然后看时间是11点22 11就是代表被提22星天星地 很有可能也是代表 我们22号完善走了 第11那边 就然后呢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下来 就看到星天星地那一 不是 这样我的眼睛就看到 有可以看到星天星地那一端 它的下面有一颗星 很漂亮的星 虽然是暗的 因为那边的光过来的话 从不是要有风格 要有暗 要有亮 要不然就没有看到形状了 对不对 OK 那旁边都是神的荣耀 再上去呢 就看到星天星地 下来一点点就看到这颗星 OK 很漂亮的星 OK 然后它的星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变成越来越大 感谢赞美酒 好 讲到这边呢 好 我就上去 OK 目睹 目睹 12那边 目睹 目睹就是witness OK 做见证人的 见证 之后呢 13那边 有没有 这见证这个是昨天 网上 我不知道快要半夜了 还是半夜过后 看到目睹 目睹就是眼睛看到 亲眼看到 那13那边是这样 早上一醒 没有一醒来 凌晨3点58分 3点58 58就13就瓶子 这13就是瓶子 然后我就看到主耶稣的手 我会真的主耶稣的手 他这个画面就是深黄色 深黄色就好像我现在放的眼色一样样的 然后上面写着一这样 如果没错是一 然后写to eat to eat 然后他的手是从西到东 然后就转下来 从东到西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 从西到东下来 转向东到西 就是这样走 什么意思呢 OK 从西到东 东到西 就是整个地球了 就是讲 提出给我的 这个聪明智慧就是说 神派我们 也可以讲历历了 来到西方国家 看到西方的邪恶 OK 东 从东来到西 OK 从东来到西 看到世界的邪恶 然后从 西到东 又回去到东 现在不是跟大家一起 WhatsApp就是到东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看到世界的邪恶 世界的邪恶 什么邪恶呢 大家记得 之前 西方国家 我们都想到西方国家 就想到基督教 对不对 当然是基督徒呢 包括基督徒在内 西方人 他们喜欢拜佛教 他们一直很喜欢拜佛像 或者是青蛙 欧道里亚也一样 他们很喜欢 很崇拜那是穆斯林 他们很崇拜穆斯林 他们也很崇拜 你知道印度教吗 印度教各种各样的 所以就算没有这些 没有拜这些东西 他们也无神论 无神论 我一直记得有一个 几年前我在分这个传当 在路上给一个大学生 那个女的很漂亮的女生 然后她说 她不需要去教会 她不需要 她不需要 那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嘴巴会讲说 会说有一天 你会需要的 我真的 之后我在想说 我怎么会讲这一句话呢 别人都不会 怎么就是针对那个 就是对着那个女生 漂亮的女生 说有一天 你会需要上帝的 OK 感谢赵梅主 当时她也蛮好的 就这样走开了 没有跟我跟我吵架 大概我相信 一定是神在讲话 所以我一直想回去 这件事情 真的是一个义言 一定跟这个女生 有一天 你会来找上帝 好 讲到这边 图一是什么 就是 witness to eat witness to eat witness to eat 给我聪明 就是说 你看到世界的邪恶 OK 世界所发生的事情 你就是见证了 那以后呢 比如说 以后真的做完 做光了 那时候做审判者 跟主耶稣一起 做审判的时候 我们很多东西 我们都知道了 很多时候 那些人说 他没有做过 我可以讲说 我亲眼看到 你的所作所为 OK 这些人 大概那些人 很有可能已经下地狱了 但是下地狱 他们不一定在地狱里面 延延说 神啊 我不是基督徒吗 你不是讲说 一世得救 延延得救吗 你不是说 成为基督徒之后 你的宝血洗尽了 我的罪 那我要做什么 我做什么 都没有罪了 因为你的宝血 已经遮盖我的罪了 你的宝血 已经拿掉了我的罪 OK 因为你的恩典 给我用啊 神啊 我不是教会里面 牧师们教导的吗 接受了主耶稣之后 OK 一定得到这个救恩 但是圣经 没有这样教导 圣经没有 如果有的话 保罗不用讲的这么多话 还有那个雅各这些 都不用讲的这些 荒唐的 好像是荒唐的话 这样 好 接下来 十四呢 十四呢 没 就看到一个人 一个比较年老的 但是是盲量的 那个姐妹 一直看着我笑着 那时候不知道 为什么会想起 到脑的头脑是谁啊 是Alfred E的母亲 OK 当我女儿只有两岁 一岁都两岁的时候 两三岁的时候 这个Alfred E呢 Alfred E她的妈妈 就跟我们住了一阵子 住了一阵子 后来是因为 我们那边很吵 我们那边很吵 那个下面他们就 集结了很吵 所以她就帮走了 所以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很久 我没有想起她 突然间 回到我的头脑 就是她了 然后听到声音 然后听到声音讲什么 家 OK 好 接下来 我相信说 我们会到那边 就会见到她 很开心见到她了 是Alfred E 谁是Alfred E呢 我们当中好像 我知道是 美婷跟Judice 美婷跟Judice 有听有一个姐妹 讲很多光与Alfred E 神怎样 其实这个 因为Alfred E 是一个很属灵的 一个牧师 他有医治的恩典 还有预言的恩典 所以感谢 其实我真的很有福分 认识到他们 好 接下来 是看到一个圆签 然后写着18 18 也是在圆签里面 那神后来 早上在楼上的时候 神有跟我讲话 主耶稣跟我讲话 为什么 因为昨天两三次 不只是两三次 今天早上好像也有 就看到阿爸父跟主耶稣 在天堂那个门那边 看下来 我昨天跟神说 阿爸父 不要跟我讲 这一次又还没有到 不要跟我讲 这样好不好 阿爸父 后来神给我 很大的安慰 说这一次不是说 要来看我安慰 说时间还没到 OK 因为那个时候 前几天 我又想到 很想看到阿爸父 跟主耶稣 还有圣灵 很久没有看到他们了 也很久没有看到他 OK 上回一提的上帝 所以呢 他就 现出来在天堂 天堂是在比较高一点 很高高 新天新地就看到 在中间 谢谢张美 就好 接下来呢 是看到我的孙子 有个人抱着他 没有看到是谁 他的头发是盪起来的 其实这些时候 他的头发没有盪起来 但是呢 在医生里面 看到他的头发盪起来 就是要上去了 然后接下来 刚才看到 上个汤匙 很大的汤匙 就是很近很近 汤匙就是代表救恩 那个手指刚才讲过了 接下来 十九呢 也就看到这个锅 这个锅呢 是煮汤的锅 那汤就把它倒出来 倒出来 但是一直连在那边 有一个青色的 好像是asparagus 或者是青豆 一条长的青豆 青色就代表走 然后二十那边 也讲到两个手指 那二十一那边 是看到一锅的米饭 还没有煮了 就要煮了 但是又有另外一锅 的米饭加进去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神之前 有跟我们讲过了 照片两次了 对不对 对不对